传说楚王错杀了一位有智有勇的大将军 后葬了这位大将军并吃金头一枚 湖北早阳九连墩挖出了一座战国楚墓 传说里面埋着一位金头将军 陪葬品更是各个价值连城 可挖掘的景象却让专家是后背发凉 专家究竟看到了什么 楚墓之中埋葬的到底是不是金头将军呢 下面我们一起来揭开战国楚墓 背后之谜 湖北省早阳市东北方向一条山岗上 分布着九座大土温 传说呀这是楚国的金头将军墓 只因他在前线打了败仗 楚王一怒之下便将其斩首了 还将他的头颅错骨扬灰 可当这位将军死后 楚国就爆发了一场大起义 楚王这才意识到自己将忠臣给错杀了 无比懊恼却又无力回天 便将这位将军后葬了 并为他专门铸造了一个金头颅 楚王为了避免金头颅被盗走 恶意下令建造了九座一模一样的墓葬 于是当地就有了九连墩金头将军墓的传说 由于这个传说呀流传甚广就连当地限制都有记载过 可地下究竟有没有古墓还真就没法说得清 直到2002年校乡高速公路的建设工程无意当中穿越了九连墩的这个古老传说区域 为了避免对这些可能存在的历史遗迹造成破坏 涛骨专家们决定对这一地区进行详细的勘探 涛骨团队对墓地进行了一系列的挖掘工作 期望能够从中找到一些有关金头后葬将军传说的实物证据 随着挖掘工作的不断深入果然挖到了地下的九座古墓 他们按一字排开绵延了整整五公里 只要站在任何一座坟墓上都能看到另外的八座 作为楚国鼎盛时期的墓葬 九连墩战国楚墓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保存最完好 规模最大最壮观的车马坑 最重要的是规制极高都已经在风均之上了 一号墓的风土残存高度大约为五米左右 墓坑呈长方形带有斜坡墓道 墓道长约38米宽约34米墓道斜坡上有16个台阶 经过数天的努力发掘 考古队员们终于出出了一个印证墓主人身份地位的珍贵发现 一支马车队伍 这支队伍由六匹马和六辆车组成 专家们立刻辨认出这是战国时期代表皇帝身份地位的六架天资马车 据当地传说和考古专家的推测 金头将军很有可能是指战国时期的楚国大将唐密 在墓葬的开挖过程当中 考古专家们发现了大量的陪葬品 据估计数量超过千剑之多 包括铜器 玉器 陶器 青铜剑等等 这把青铜剑的出土不仅确认了 楚国金头将军的身份 还展示了楚国当时的制造工艺和文化水平 让我们更加了解战国时期 楚国的藏俗和社会风貌 那这座古墓中有没有找到传说当中的金头呢 由于时长的关系 本期内容将分为上下两节来讲解 如果你也想知道金头将军墓的后续 欢迎点击右侧头像进入主页 再点击刚刚看过 查看下集精彩的